好了,我们继续回来 我们其实已经讲过耶罗波安二世 但我们也要继续讲 耶罗波安二世和乌西亚的年代的版团是最大的 仅次于大卫和所罗蒙时代的领域 其实都已经相当大了 好了,在位乌西亚 在位52年为南国在位第二内的君王 仅次于马拿西的55年 乌西亚享年68岁 为南国最长寿的君王 好了,他住在别宫若坦士士 因身高气傲,擅自入坛肖康 乡而长大麻风 好了,这一百年间连续有四个好王 恒耶罗中行为正的事 校发他的父亲都一切所行 之后邮坦还没废去 百姓仍然在萧香 好了,晚节不保 就是若瓦斯就是拜偶像 杀了欣人的儿子 下场就是被重病 亦被臣服所杀 阿玛姐是拜以东偶像 深高气傲 逃亡的时候被叛党所杀 乌西亚深高气傲 擅自萧香 而长大麻风的下场 好了,北国经过90年耶护王朝之后 三十年,这期间经历了四次撒位,总共有四个王朝,有五个王压 家底的儿子米拿燕从德萨过去撒玛利亚,杀了雅比的儿子沙龙散了他的位 那时米拿燕从德萨起攻打提菲撒和他的四境,击杀了其城里面一切的人 劏开了其中所有的孕妇,都因为他们没有被他开城 好了,这里就说到,阿朔王普勒来攻击以色列王,米拿燕给他一千他年德银子 请了普勒来帮他坚定国为,米拿燕向以色列一切大父户索要银子 令他们割出五十四客力,交给亚术帝国的王,于是亚术王回去,不在国内逗留了 好了,米拿燕或者比加核王朝臣服于亚术,而比加在亚术王利顺结盟反抗亚术 然后尤大不愿意加入反亚术联盟,比加和尼顺仍然联手攻打尤大 先知以塞亚鼓励尤大王阿哈斯要倚靠神,而阿哈斯竟然向亚术求援 亚术出兵灭了阿兰之后,杀死了尼顺,又老走了阿兰和以色列北部和河东的居民 将他设为亚术的行省,并且立了河世亚做北以色列王 以色列王比加年间,亚术王提格拉伊比列尼奪尔文,阿伯伯加玛,阿罗,基底斯,阿索,基列,加利利,拿弗他利全地 将这些地方的居民都老到亚术帝国那边去 所以加利利被老是733至732年左右 但是受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 从前神令到西部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末后却令到沿河的路若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 就是这些 好了,这里又是当时说到巴沙的阿斯塔陆居民被阿术帝国的人脑走 好了,我们刚刚说完了有两个的约阿斯王 所以就等大家不要混乱 我要重新一次,记述这里我说 就是北国约阿斯王探望伊丽莎,射箭打地 打地,不是打他 我先补充这里 好了,讲到这里 之后我们会继续讲其他黄龙的情况 我们先停下这里